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還有幾天就是聖誕節了 相信大家都要出席很多不同的聖誕派對 有沒有煩惱襯什麼衣服、襯什麼鞋好呢? 今天我就準備了四個不同的造型給大家參考一下 它們都是很簡單易襯,亦都很容易carry 一定適合你們不同的style 如果你也有興趣的話,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今天所有造型的鞋都是來自一個我非常喜歡 經常跟大家介紹,香港本地鞋理品牌The Corner 它們的鞋我穿了很多雙,都是非常舒服 就算一天走十個小時、八小時都絕對沒問題 我很喜歡它們的一個理念 就是為亞洲女性提供最舒適和價錢最相宜的鞋 不是只有一個美字這麼簡單 它們有很多款的鞋,後面都有這種軟墊 所以為什麼我經常都說穿它們的鞋不會刮腳? 如果有留意這個品牌,它們某些鞋款會出到第二代 跟回市場的反應去做改良 非常重視顧客的感受 它們也有一個終身免費的防水噴霧服務 大家也不需要擔心它們的鞋面如果下雨的時候會這麼容易弄髒 還有The Corner有推出很多不同素材的產品 它們有純素、半素、針織等等的系列 大家可以有多些選擇 也可以看到它們重視可持續性發展的一個方向 而為什麼今天會介紹它們的鞋 就是因為聖誕期間The Corner有Promotion 由12月18號起至1月2號 超過40款的鞋同時做優惠 指定鞋款低至7折 最低是可以去到3折 用我的Promotion Code會有多5% 所以大家現在應該很心急 想看看我的不同造型 趁什麼鞋和大家介紹介紹的 剛剛忘了說 其實我和The Corner都準備了一個聖誕Giveaway給大家 名額是有10個 每位幸運兒是會有一雙鞋 如果你都想知道的話 記得留意IG和片尾的資訊 這樣你就不會錯過這麼豐富的Giveaway了 格仔裙都算是冬天必備item 只要穿一條連身的就不需要想怎樣配襯 這一條我穿了5年了 還是這麼喜歡 第一款是Kenny Heelover 配合我現在身上的格仔連身裙 環保皮的質料你會看到是很舒服 但不會軟得很厲害 它也挺身的 然後鞋子會有4cm高 大家會看到後面一樣有軟墊 下面的鞋子也是有墊的 這雙鞋的設計是方頭和長鞋子 看上去都會比較尊重一些斯文一些 就算不是外出 我來上班開會也是非常適合的 其實冬天不一定要穿那麼沉色 一件白色的西裝外套 再加上深色的牛仔褲 既清爽又休閒 如果你都喜歡穿鞋 但是想穿出來的時候 清爽一點的話 就可以試一下 我手上這雙Kai Lobis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它是兩條雙色搭帶 設計感層次會更豐富 同樣都是後端位有一個非常舒服的軟墊 然後鞋子也是很棒的 鞋子是2.5cm 如果大家有穿開The Corner的樂福鞋 應該有發現很多鞋款都做了這種小方頭 它可以給到尖頭鞋的收場感 但是它就是差一點 旁邊不需要那麼窄的話 我們腳是沒有那麼大的壓力 是有多一點的空間 是舒服很多的 天氣一凍 又是冷衣出場的時候 如果想穿得女性一點的話 下層可以試一下襯針織長裙 也是看起來比較暖 來到第三對 就是Keep us for two牛津鞋 真的是一年四季不敗之選 然後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個顏色是很特別的 它是一個很優雅很低調 但是一點都不難襯的Dusty Pink顏色 而且不需要擔心植物皮革 都是很軟熟 很舒服 後肘也有軟墊 如果以牛津鞋來說它是比較圓身的 因為The Corner知道有很多女生 可能腳面比較闊 如果穿平時的牛津鞋 其實是夾得很不舒服的 所以它會做得闊少少 比較圓潤少少 大家最重要是穿鞋狠的時候 不辛苦 漂亮是重要的 但是穿得舒服 都一樣是這麼重要的 來到最後一對 冬天怎麼可以沒有BOOT 早前大家應該被我的長蝦造型燒到狠狠 放在IG的照片 153都變170 腳無限長 那一對都是The Corner的Craft Dim Cip Boots 除了黑色 我還入手還有啡色 因為實在是太漂亮 穿出來的效果 令到腳非常收長 不過今天我就不介紹它了 我介紹他們同一個家族的短BOOT 身上的圖案越多 其他配件就要越簡單 好像我現在穿著花絲絲的年身裙 最好就是襯花一對很簡約的短BOOT 就是我手上這一對非常之百搭 人人都值得擁有的Carsip Boots 這個位置是貼著我們腳的曲線 穿出來會有線條 不會很笨重 很粗獷直筆那種 然後4cm的方形鞋子 穿出來穩定得來 有氣勢 後面這裡是拉鏈 然後它的材質也是植物皮 比起一般的皮 其實是會更加透氣 大家冬天穿HER的時候 應該都很怕被捕著腳 但是為了漂亮 又很想穿這對HER出來 因為冬天不穿 夏天又不能穿 所以一對透氣的HER是非常之重要的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四個造型呢 希望可以幫到你們 接下來聖誕Party有多些不同的穿搭idea 記住不要錯過這次The Corner的聖誕優惠 用我的優惠碼 有額外九五折 還有就是Giveaway 我在The Corner那裡選了幾對 今年穿得最八搭最舒服 覺得大家都會喜歡的款式 送給你們 名額有10個 將會在Instagram舉行 所以大家看完這條片 記得去我IG那裡參加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今天這條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下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更三五和星期日更十二點 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Bye